大家一起去看也可以 今天我們會講一講泰國有什麼交通工具 看到我們第38頁 這是泰國最新的交通工具 泰文叫做督督 督督在曼谷市中心、旅遊區 大家一定很熟悉 但是你預計搭督督也會被人看的 因為近來我們泰國人搭的話 他就不在泰國人 看到你便兜開 故意不載你 因為可能外國人可以高一點價錢 主要是在泰國曼谷市中心、旅遊的景點 你們便可以搭到督督督 可以講價 但其實現在也沒什麼說 因為我以前搭的話 其實去一個可能幾個站 其實是20匹 20匹 我們自己搭 一個人20匹 有時候可能一架車50匹 但現在也很貴 好像他們有時候斷人頭也要100匹 你們有沒有搭過? 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搭的時候 試過搭過多少錢 或者是哪裏去哪裏 或者是哪裏去哪裏 這樣子 這個是督督 然後我們這個的士 的士的泰文就是Taxi Taxi 跟英文是一樣的 大家都是說Taxi就可以了 Taxi也是 不載我們 如果我們在火車夜市 一舉手 又是兜路 寧願載 旁邊的外國人都不載我們 所以近期 有講價 200匹 多謝 年前回答過 我想如果去過泰國 第一次去泰國 或者未回答過的話 都可以 不過 其實可以塞爆他 坐督督 即是他有兩個位置 好像兩三個位置 但其實你裡面坐五個六個人 你坐到的話 他都會照開 所以 在某 我也覺得有時候這樣 都會划算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坐的士 或者什麼 你就不可以一架 這樣坐 但督督他就會給你 你站在旁邊 總之你用你的方法 不要跌下車 都可以坐多進去 現在用Uber 通常叫Gab 這些就聰明了 300匹 現在我們這些 好像拍賣 300匹 一個人還是一架車 很貴 300匹 其實我們有一些巴士 但我不是太建議大家去坐巴士 因為首先很難搭 而且你會很不知道怎麼付錢 因為他們還有一些密碟 那些 那些 而且又是塞到滿了 外面又可以拔住 門口 門是不會關閉的 那些 變了好像有點危險 如果我們不是很習慣的話 我們的公共汽車巴士 泰國就叫做 Rutme Rutme 我們香港雙層巴士 我們就叫Rutme Rutme Rutme 現在什麼都要說 一架幾個人坐 多少人坐都可以 一架 你拆滿它就可以了 好了 我們的火車 火車就是Rutfei Rutfei 泰國現在都有火車 其實有一個火車的市集 你們有沒有去過? 在曼谷的近郊 我之前也有去拍過 火車真的擺滿了東西 一有火車經過 兩邊的攤檔就會收東西 你們有沒有去過火車的市集? 我覺得如果是去泰國玩的話 是很值得去 而且我覺得也很特別 這個地方 看到了嗎? 先看看 為什麼我是這樣彈出彈入的呢? 然後這個火車就是Rutfei Rutfei 船 船呢 泰國裡面有個微南河 就是周皮亞 它本身是橫跨了整個泰國的 一條很大的河 我們泰國人對這個河也非常重視 在裡面我們也有一些船 去代步 船的泰文就叫做Rut Rut Rut 這個音有點難讀 有點彈力 但如果大家 這條力未必可以這樣說到的話 你就可以讀Rut Rut 然後 地鐵 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地鐵 地下鐵 不是 地下鐵路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這次是說BTS 我們是空中鐵路 泰國的地鐵 我們叫做Rutfei 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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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地下 我們的地鐵站 地鐵站 地鐵站 是 Sat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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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tfei Dai Satani Rutfei Dai Satani Satani BTS Satani Satani MRT 天橋 我們泰國也有很多 因為我們很少這樣過馬路 因為太多車 我們通常天橋會比較安全 天橋就是 Satani Satani 還有我們BTS的站 有一個站 也是用 Satani 這個字 然後 高速公路 大家有去過泰國 你知道塞車是很可憐的 如果你們坐的士的時候 高速公路要告訴他們 他們就會上 因為高速公路是要斷斷收費的 而且那邊的士是很煩的 他們不是說 走完才收錢 是逐斷路收錢 所以你可以暢定一些錢給他們 這個高速公路就是 Tang Luan Tang Luan Tang就是條路 Luun就是 速度 但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Luun 泰國的話 非常非常之慢 他們那些 好了 然後我們就說這個地圖 我這次主要說的是綠色的BTS 那條線 這條線 如果大家熟悉的話 或者去過的話 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的問題 都是在說這條圓線 去問大家 大家就要準備聽清楚了 我們這條線 這條線 Suun 渡渡渡渡 即是N這個位置 大家看得清楚 而且N8 這個泰文叫做 Mo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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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交通的交回廚 如果你要去 偏遠一點的地方 不一定在曼谷 曼谷遠一點 我們就會在Moci 在那個位置 我們就會轉一些公共的巴士 Tour Bus 就可以 因為我回我鄉下 我鄉下在彭世樂府 然後再坐車去Plitzit 我就會在那裡坐車 我剛才坐8個小時 巴士 我通常都是坐飛機 或者什麼 試過一次 那麼大巴 都很害怕 因為那些車太久了 這個就是一個 我們有很多巴士 如果你們有去過的話 應該 應該都可以見過 我停了我的電話 不知道為什麼停了 看不到你們的留言 看不到 Moci 麻煩你 你們真乖 在下面幫我打拼音 幫我打拼音 小編幫我打拼一打拼 然後N7 N7 就是剛剛我提到的天橋 這個是牛的天橋 十盼塊 塊是水牛的意思 十盼塊 十盼是剛剛提到的天橋 塊是水牛 耕田的牛 十盼塊 然後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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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阿里 阿里 大家有沒有去過這個地方 其實阿里 在蘇文 珠珠珠 如果要走的話 只是20分鐘 天橋 天橋過去 只有20分鐘 就到 我現在 第一條 第一條有獎問答遊戲 第一條,這條問題是5元 最快答對的問題的同學 便可以贏到5元 我想問問阿里最多的店舖是甚麼呢? 大家知道答案是前面的三個曲 V21 輸店 冷室 V22 便利店 冷室 V23 咖啡店 冷咖啡 V24 快餐店 冷咖啡 你們只打個曲就可以了 V21 V22 V23 V24 我們有10個 有10位答得最快的同學 便會立即收到現金券 這就是5元的現金券 我們先看看 這些同學很踴躍 我看不清楚 我們有書店是冷咖啡 便利店是冷咖啡 咖啡店是冷咖啡 快餐店是冷咖啡 快餐店是冷咖啡 如果你們去過阿里的話 你們會發現 那裏是一個文青的地方 那裏是一個摩 因為我很喜歡住阿里的 因為那裏的精品酒店 又很乾淨、很漂亮 而且人也不算很多 得來又很方便 因為我自己去到那裏 我就覺得很舒服 很多的摩 但那些摩就不是很多人 還有我最喜歡吃的食物 都是在這邊 After You 然後有很多Oichi 我喜歡吃的MK 那些也有 但又不是真的太多人 S&T 還有看牙 我覺得很方便 因為一出街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店 好 阿里最多的是什麼店 我們已經敷了沒有? 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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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敷了就告訴我 我就開估 阿里最多的店 就是V23 Rang Caffè 好了 答中了的朋友 是否在Inbox收到 如果你Inbox收不到 你答中了 但是收不到 因為我們是頭十個才收到 如果你收不到的話 你可能要出去 Like我們的Facebook 和分享 然後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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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我們通了 下一條 就可以發送給你了 好 然後我們繼續 好 很緊張 剛剛 我們繼續上課 A3 就是聖南包 聖南包 這就是N4的站 我們就叫做聖南包 然後 這個N3的站 N3的站 大家看清楚 這條原來也是一條問題 我們回到問題 先 好 這兩個問題 應該很簡單 如果大家答過BTS的話 就是聖利紀念碑的泰文點讀 V1 Anusavadi Chai Samanapum V2 Sapankwai V3 Piyatai V4 Sanambo 這個很簡單 有兩個一定不是 剛剛已經說了 應該是甚麼 你們只能打字 V1 V2 V3 V4 這是兩元題目 因為實在太淺了 如果你們在泰摩 看著的朋友 就可以回答 收到了 很感謝 大家如果收到現金券 今晚就可以即場買東西 立即可以扣錢用 好像 這條題目是不是太簡單了 這條 我們的聖利紀念碑的泰文 是的 聖利紀念碑的泰文是V1 大家聽清楚 看看你們留言 可否幫我拼音 拼音出來 Anusavadi Chai Samanapum Anusavadi Chai Samanapum 哇 超級長 我拆一下這個字 我們這個就是 Anusavadi Chai Samanapum 是這樣的 Anusavadi Chai Samanapum 就是紀念碑 這條題目的泰文是解勝利 對 勝利 我們通常 現在很出名 因為我們逢星期六日 很多學生 都在那裡 你會看到很多學生 大家知道什麼事情 這個 聚集了在Anusavadi 我們平時泰國人就是叫Anusavadi 很難 很難 很難嗎? Anusavadi 聽不聽到嗎? 小編 Anusavadi Anusavadi 為什麼呢? 你們要記住 因為我要介紹一些好食物給你們 在這裡的好食物 Anusavadi 有些是最棒的東西 Anusavadi 你就不用讀藍色的 因為太長 我們通常是說Anusavadi 這樣就結束了 OK? 我們下一個了 好厲害 Anusavadi 謝謝家長 這個五元題目 Anusavadi Cai Samanapum 最出名的泰菜是什麼呢? B11 芒果糯米飯 Cai Niu Mokmong V12 魚蛋河 Yin Dufo V13 豬手飯 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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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u卡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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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14 船河 Gut Diao Le Gut Diao Le Gut Diao Le 大家知不知道最出名的泰菜 在Anusavadi 是什麼呢? 如果你們去過的話 就一定會知道 太簡單了 我已經回答了 因為是後十個 後十個已經回答了 是 V14 船河 因為那裡是最好吃的船河 這麼恭喜 這條五元題目 太貴了 原來這麼簡單 對 這個就是 在Anusavadi 最出名的 就是船河 他們口舌叫做 The best boat noodles 大家是不是吃過的 我看到你們這麼快回答 這個回答 答對了 是不是吃過 好不好吃呢? 還有 也是小碗 很便宜 15匹一碗的船河 在Anusavadi 那裡就可以吃到 然後我們呢 好 繼續 繼續 上課了 我說不要緊張 大家 你們要留心聽 然後我們還有錢 繼續看 因為我們今天最多是500元 我們還有50元和500元的題目 所以如果你們去過曼谷玩 然後又有留心聽我說的話 你們就很容易就可以拿到這個 50元和500元 還有 我介紹一下 這個 Anusavadi剛剛說了 船河 我也在泰國那裡 訂了一些跟他們的船河 超級相似的 他們那邊做出來的湯包加 還有粉和麵 這個的味道 讓你們可以回味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試的話 我們今天不太多 可以有幾包給大家試的 就是9元一包 我們的試食價 9元一包 可以買到泰國的船河 還有味道是正宗的泰國口味的船河 你們可以回去自己開出來試 這些全部新鮮做的 這些醬都是新鮮的 提醒你們 辣椒分開 不要放著 因為辣椒比較辣 因為船河本身辣 船河就可以買到9元 然後我們繼續上課 我們去到N2 N2就是piyatai 其實piyatai piyatai的意思是古語 是解皇帝 piyat 然後就去到N1 Dra-cha-t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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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通常都是過的 船河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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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用打了 之後我們就去到這個 這個也是非常簡單的題目 正確的讀音 V31 小編讀 V31 CM V32 CM V33 CM V31 CM V32 CM V33 CM 正確的讀音是什麼 V31 V32 V33 因為我發覺了教書這麼久 完全沒有聽過讀得對 是的 就算教完也讀得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音 是在發生什麼事 V31 CM V32 CM V33 V33 CM 有些難度 這條有些難度 這條本來是兩元 我現在應該要讀到50元 答案 正確的答案 就是這個 V32 CM 大家記住讀得對 因為CM CM 是泰國的名字 我們不是讀試飲或試飲 我也怕讀錯音 我不會讀錯音,所以要小編來幫忙 我真的覺得很難 這是殺飲 大家記住,是讀殺飲 因為本身是古字 所以拼音的時候 英文拼音,有時候會比較難學 或者音會比較難 是因為我們只有八成的字可以用英文照譯 但有些古字,可能是來自梵文或巴里文的字 這是因為古字 根本是沒有了A 沒有了實力額 所以拼音的時候 英文的時候就會少了 所以我們讀的時候很大機會讀錯 為何有時候要跟老師去學 就可以證到這些音 這個真的有很多泰國人都聽不明白 這個 世衍 之後 我要再問一下 如果大家去過這裡的話 我想你應該會知道 最近世衍的大學是哪一間大學呢? 第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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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1 我通常就簡稱是墨下禮 因為很長 墨下禮 或者墨下禮 我們最近的大學 是哪一間呢? 這幾間大學 這幾間大學 就是V43 那就是V43 很厲害 我遲些 我可以再說一下 為何 第五世王 第九世王 為何他們有什麼秘密 第五世王 為何他們可以把國家保護得這麼好 第九世王 為何會是全世界最有錢的皇帝呢? 其實是有這個秘密的 我下一堂也可以教你們 讓你們知道更多的泰國文化、背景、歷史 可能下一個就是你了 這就是V43 就是第五世王 現在其實五世王 在泰國來說 已經是跟天神一樣 已經齊名了 為何呢? 其實泰國的皇帝 泰國人相信是皮濕老的化身 是皮濕老 皮濕老我們叫做納拉 皮濕老的助騎就是英神 皮亞克魯 所以泰國保護皇帝所有的徽章 都是有隻英神 朱拉隆公 他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們有個朱拉隆公的大學 有個像 那裏其實在他的誕晨的時候 之前 其實可以拿玫瑰花、水果去拜他去求 通常說 求 好像是求讀書 求財 那些都是很靈 那是晚上求的 我看到有很多人都 所以大家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這個也是很多泰國人去求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 在 Mahaviti 阿里 朱拉隆公 然後我們繼續上課 看看 這個 然後 Yi 一 Yi 一是 Chi Lom Chi Lom Chi Lom 這個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Chi Lom 然後 Yi 二 Plung Zid Plung Zid 比較少少難讀的Plung Zid Plung Zid 大家可以聽到 可以打個拼音出來 給同學仔 大家可以跟回你的拼音 Plung Zid E3 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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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4 是阿屬 阿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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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應該非常出名 裏面有很多商場 很多食物 那裏都在 泰國籍的市中心 而且房子也很貴 現在應該買不到 之後 Yi 5 Plung Plung E6 Tanglo 這一帶也是日本人區 而且這邊的房子真的很貴 我看到已經是上千萬港幣 Tanglo E7 E9 E8 Placanone E9 E10 E10 Plangja E11 Brunna Witi E12 E12 Tamda Tamda Gamda Utrumsuk Utrumsuk E13 E13 Bangna Bangna E14 Baring Baring E15 E5 Sem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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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我們 PTS 最多人去搭的路線 我會說幾個地鐵 MRT的路線 比較多人 我抽幾個出來 来啦